今天我們來做一個家常的三杯雞 我們先來準備一些九層塔 我這個是太過味兒了 摘這麼一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不需要杆 只要把葉子都給摘下來就行了 把雞肉稍微醃一下 一點料酒 一點鹽 還有黑胡椒粉 把它和勻 醃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現在準備一些薑片 我這個方子需要的薑比較多 盡量把它切薄一點 像這樣最好了 都切好以後備用 我們再準備幾瓣蒜 不需要再切了 只要把它拍一拍 去掉那個皮就好了 準備一大勺油 然後把咱們這個薑片放進去 用中小火給它煎 千萬別大火容易煎糊 中間翻幾次 大概兩三分鐘以後 它就打卷了 這就可以了 這就可以了 然後放幾個乾辣椒 如果你有那種新鮮的更好 不吃辣的可以不用放了 咱們這幾瓣蒜 也給它一塊放進去炒香 最後把咱們這雞肉一塊放進去 因為去皮去骨 而且都洗乾淨了 所以直接炒 不用再焯水了 給它炒出香味來 開始加咱們這個兩大勺的醬油 還有一大勺的香油 如果你喜歡香油的味 可以多加點沒問題 最後加上一杯啤酒 然後一大勺紅糖 都把它和勻以後 蓋上蓋兒 中到大火 燉15分鐘 15分鐘以後 咱們這個雞肉都熟透了 而且非常的香 讓它開著蓋兒 稍微把這個收手汁 出鍋之前 再把咱們這個九層塔放進去 蓋上蓋兒 燜一分鐘 給它和勻了 這就準備出鍋了 嚐一口咱們這雞肉 味道非常的足 食材非常簡單 而且做起來也不難 真的嗎 然 有些人 有些人 神經病 有些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